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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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想关心这个话题的人和不关心这个话题的人 我们老百姓们实际上都应该了解这些这方面的东西 那就是将来如果还出现类似的像三年前一样的事情 或者类似这个类似的这些技术的图片的话 我们如何负责任的去应对这样一件事情 就算你不是管理的 或许你也要思考如何才能够在 不要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觉得被别人卖了其实很重要 经常会发展 但是被别人卖了他的手钱 那么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者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要讲清楚这样的事情 需要一个顶尖的专家 所以今天我们很文心地请到了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浩毅 他的确是顶尖的专家 他是干细胞方面的专家 也是基因编辑方面的专家 他做过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也发表过很多很好的论文 但是这些实际上只是知识的基因 而我通过对他的观察 或者是我们之间的私下的交流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会使得今天晚上的报告非常的好 他是一个坦白的人 或者英文叫honest 也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这个其实坦白和道德的頂尖专家 有但是应该不多 我估计也是我说错了 但是我的感觉是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 我们欢迎这个坦白符咒的 紧接基因组编辑方面的观察 王浩毅给我们讲 好 谢谢大家 也谢谢浩毅 好 谢谢杨明 杨明你给我这么好的定义 可能因为我们俩关系太好了 有一些美化的滤镜在里面 好 我来share一下我的屏幕给大家 好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吧 没问题是吧 好声音也OK 那我现在开始 那这个各位朋友 各位在这个网上观看我们这次讲座的朋友 大家好 那么感谢大家花时间来听我们这样一个科普讲座 那么我叫王浩毅 来自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题目是人类的可遗传基因编辑 它的一些相关概念和科学问题 所以我会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做一个基础的科普 那么之后呢我们会讲一讲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科学界的一些共识 和最新的一些思考 那么首先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么我刚才说了我来自于这个中科院 那么我的实验室呢主要是从事基因编辑和细胞治疗相关的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研究 那么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我最伟大的成果啊 那么就是我的两个孩子啊小鱼和小易 那么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妹妹 呃那么除了这个我每次抓住一切机会炫耀他们的这个高颜值的这个以外的目的呢 其实是想告诉大家 虽然他们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但是你可以很容易看到他们非常的长得很像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对于基因最本能的一个直觉的理解 就是说哎一家人他们他们具有共同的基因他们长得很像 那么同一个物种他们具有同样的基因 他们的这个这个样貌和这个性状很像 所以说到底基因是怎么决定这个我们不同的表现的 其实很多人是不一定说的清楚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基因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基因 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基因编辑 那么这个技术能够做些什么 第三部分呢我们讲一讲编辑人类的基因 有哪些是重要的概念需要区分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是扣题 这个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人类的可遗传的基因编辑是一个什么问题 这里面有哪些重要的考量我们需要做 有哪些重要的科学共识我们需要达成 好那么我们第一个讨论基因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明确人是由细胞构成的 那么这个图里显示的非常清楚 我们不同的组织器官有多种多样的细胞类型 那么我们如果简单的把它分 根据它的功能分成两大类的话 那么它是有一类叫做体细胞 就是上面的这一群细胞 还有一论叫做配子 那么体细胞的意思呢就是说 它可以执行我们身体的各种功能 形成各种组织器官 但是它是不可遗传的 这个细胞不会变成你的后代的一部分 而这个配子细胞它是可遗传的 这些配子不管是男性的精子 还是这个女性的卵子 它会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的这个个体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 无论是哪种细胞 其实它都具有一个这个细胞的轮廓 中间有一个圆形的这么一个深色的核 这个核呢我们就叫做细胞核 那么细胞核里面携带的就是我们的遗传物质 那么只有这个配子能够把它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 传递给下一代 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概念 来区分体细胞和配子细胞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类的细胞的细胞核 进行一个染色的话 我们把细胞给它裂解开 然后呢用这个碱性染料进行染色 我们就看到有的细胞核里就装着这种显微镜下 可以观察到的这些小的像小虫子一样的这个物体 这个就叫染色体 那么它是在特定的细胞周期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到的这种浓缩的这种遗传物质 就是这个染色体 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照片 在这个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这个经过训练的这个技术人员的话 你就可以区分出来这些染色体其实有不同的长度形状和染色的这种条纹 通过这个你可以把它编号 那么清楚的认出来都有哪些染色体 那么人类一共是有23对染色体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排号1到22 这是22对长染色体和一对性染色体 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雄性 是一位男性 所以它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 那么如果是因为雌性的话 就会有这个23对一样的染色体 两个X和22个这个长染色体 那么染色体是什么东西呢 染色体我们这里面看到这个X型的这个图示 就是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染色体 当你把它进一步的去解开它的这个细微结构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毛线团 那么当你把这个毛线团拆成毛线的话 它可以变得很长很长的这个毛线对吧 然后你把每根毛线再拆成纤维的话 它可以变得更长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这个类比就跟我们在这个染色体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染色体一步一步的拆解到单分子的这个这个程度 就是最终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DNA的这个分子 大分子它是一个长链状的分子 这个分子呢 缠绕在这个这个叫做核小体的这种蛋白上面 形成了这种念珠一样的这个链 而这个链呢 再不断的折叠 不断的折叠 不断的折叠 最后缠绕成一个我们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结构 就是染色体 所以染色体本质其实是非常长的这个DNA的双螺旋的分子缠绕而形成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熟悉的这个DNA双螺旋结构给它 用两个手给它撑直了的话 那么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是两条并形的这个分子链 那么它的这个骨架呢是这个拖氧核糖 那么拖氧核糖的骨架这个内侧呢是一个叫做碱基的这么一个化学集团 那么这个碱基呢有四种 科学家分别给它用一个字母来命名 分别是GTAC 那么这个碱基和碱基之间呢还有非常强的这种亲和力 这种互补配对的这个选择性 所以呢G碱基和C碱基是互补的 T碱基和A碱基是互补的 所以DNA其实非常简单 它只有四种不同的碱基分子 而这个两两之间是有专属配对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从一个特定方向去读这个分子的话 我们就会读出一个碱基的序列 对吧就是GTTCA 那么我们一旦知道了这条链的序列 我们另外一条链的序列就知道了 因为它是互补的 所以我们这就可以读出来是TGAAC 所以说 DNA分子其实就是一个记录信息的媒介 那么这个信息呢是由四个不同的化学 这个碱基所编码的 那么我们说了半天染色体和DNA 那到底基因是什么东西 对吧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DNA是一个双链的大分子 大分子缠绕形成的就是染色体 那基因其实是这个DNA双链大分子上面的一段信息 就如果这一段特定的这个双链分子的这个序列 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个碱基的这个排列顺序 它有特定的生物学功能 那么这个能够编码一个蛋白或者一个功能的这个分子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基因 那么经过了几十年的科学家的这个持续的努力呢 我们现在对基因有很多的了解了 就是我们通过阅读这四个字母组成的序列 我们可以辨认出来在这整个染色体上 哪一部分是一个基因 是一个完整的基因 这个基因有它自己的结构 这里面我们就不花时间去讲这个细节了 但是经过这些复杂的信息传递之后 这个DNA的这个四个碱基的序列 会转变成RNA的序列 最终会变成蛋白质的结构 那么因为蛋白质在这个绝大多数的 这个生命过程中是起最主要作用的这个生物机器 所以说最终DNA的序列会决定你这个细胞 这个物种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生物特性 是通过把这个DNA的信息转变成蛋白的结构和功能 所完成的 而这个所有的这套生物体系的底层的信息是DNA的序列 所以说刚才我讲的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快的这个回顾了一下你们中学学的这个生物学 生物学的基础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法则 DNA的序列变成通过转录变成RNA的序列 通过翻译变成蛋白质 也就是这个蛋白质决定了我们细胞和物种的性状 而这个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需要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因为我每次到现在讲我仍然会赞叹于自然界的伟大 因为无论是一个单细胞的细菌还是一个复杂的人类 还是鱼类还是昆虫 他们用的底层的这套生化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就是他们的DNA跟我们的DNA的化学合成是一样的 他们的DNA变成RNA变成蛋白这套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而真正决定了我们跟一个酵母的区别 其实就在于我们的DNA的序列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 我认为对于进化论的一个支持 就是我们所有这些物种都分享着同样一套底层的生化逻辑 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形象的类比 这个类比我觉得非常的形象 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一个人的所有染色 染色体上面所具备的信息 我们比喻成一本书的话 那么这本书是由四个字母写的 那就是ATGC 然后你有46套染色体 那么每一个染色体就是你书的一个章节 一个chapter 那么这个章节里面又会有很多句话 对吧 所以每个染色体上会有很多不同的基因 那么会有不同的段落 这个段落会有不同的语义 这样你把它放在一起 这本书才有意义 才能形成一本独一无二的书 所以我们的基因组就是我们的基因的集合 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缠绕在染色体上面的DNA的序列的集合 所以人类金组是一本有三十亿个字母 所构成的生命的天书 而这里面只有四种字母 排列了三十亿次 这个所有的信息就是我们的金组信息 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发育的概念 就是当生命起源的时候 我们尤其是我们讲人类啊 或者高等生物起源的时候 那么会有一个卵子携带着二十三条染色体 会有一个精子携带着二十三条染色体 当他们发生这个精卵结合的时候 瘦精卵就变成了四十六对染色体 那么这个瘦精卵会从一个细胞变成两个细胞 变成四个细胞变成八个细胞 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有结构的胚球囊胚 那么这个囊胚会植入母亲的子宫 然后最后发育成一个胎儿 出生变成一个成年人 变成一个孩子 然后变成成成年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一切的我们的生命的个体的起源 是这个瘦精卵 而这个瘦精卵每分裂一次 它的细胞核也会复制一次 所以它的四十六太染色体会完美的 或近乎完美的复制一次 把里面所有的这三十一个字母 这本书抄写一遍 所以有了这个概念 你会知道 起始的这个信息会 这个明刻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 那么我们 我想大家 希望大家对基因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那么就是说 我们由细胞组成细胞里面有细胞核 细胞核里有染色体 染色体是由缠绕的DNA构成的 而有生物学特定功能的这些片段 就是基因 那么我们明白了基因之后 我们如果去查一查基因编辑这个词 你可以查到很多不同的图片 对吧 那么有的人把它画成一个 针对DNA双链的一个剪刀 有的人画成一个精确的镊子 去改一个单独的剪辑 有的人把它变成一个橡皮 可以擦掉一段基因 这个都是对的 那么所以说基因编辑可以做到什么 基因编辑可以第一个可以敲除基因 就比如像橡皮一样 我们擦掉一段画 使这个特定的基因失去功能 我们可以精确的改变特定基因的序列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特定章节的特定这段画 这句话去改掉里面的一个字 所以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进步到精确的修改一个 ATGC这个剪辑的一个特定剪辑 那么另外你还可以做定点整合添加新的信息 你可以把你自己写的一段画 定点的放入到这本书的特定位置 所以说金编辑技术其实是一个在底层上精确的修改生物信息的 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物技术 所以说那说的这么悬 那你怎么能直观的理解一下这个技术怎么起作用的呢 那我们回到这张图对吧 细胞 细胞核 染色体 染色体上面的DNA 那么如果我现在想要特定的去染色体21号的长臂上面 这个特定的基因上面去修改我要怎么办呢 那么现在这有四类基因编辑技术 这都是经过了很多科学家二三十年的积累 才有的这么一些成果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灰色的部分是这个DNA的双螺旋 而这些有颜色的彩色的部分是不同的这些工具蛋白 这些蛋白你可以看到它们紧紧的跟这个DNA相结合 它们不仅可以结合DNA 而且它们可以识别特定的DNA序列 就是说它可以确定它只去结合到这个位点的这个序列部分 那么结合上去之后 它们可以去切断DNA去做精细的修改 那么其中 这个CRISPR-Cas9这个技术 因为它的效率非常高 而且非常的易用 所以很快的成为了主流的基因编辑技术 也因为这个技术的发现 这两位女科学家在去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他们的得奖理由就是因为发展了一种基因编辑工具 一种基因编辑的方法 那么你可以想见这个技术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所以当你真正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的其实是我们人设计出来这种蛋白 然后让这种非常小的蛋白能够进入到细胞核里去 结合到染色体上 然后执行你想让它执行的精确的这个DNA序列的修改 所以说既然我们明确了我们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的底层逻辑 底层的信息遗传信息都是DNA的话 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在理论上其实就可以改变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的底层的信息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它的应用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改造工业卫生物 对吧我们让它有更好的发酵的能力 有更好的这个产生生物能源的能力 我们可以用它去编辑一些作物畜牧业 让它能够更高效的产生这个粮食和这个食物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去改造这个动物模型 改造细胞 让它能更好的服务于医药开发 那么当然我们还很关注的是 我们怎么改造人自身 对吧因为我们人也是受基因控制的 这个基因在我们的人的健康和这个发育过程中起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改造人的基因会有什么样的应用和后果 那么首先这只是一个一个动画 显示的是在显微镜底下 你可以吸住一个受精卵 然后用这个显微注射针 把这个基因编辑的蛋白注射到细胞盒里去 去编辑这个胚胎 那么这个胚胎呢 那你如果植入到动物的子宫里呢 就会产生出一个基因编辑过的 那么大家记住我之前说的 因为你一旦在受精卵阶段修改了这个基因的话 那么这个受精卵将来发育成一个胎儿 它所有的基因都是从这个起始的基因所抄写来的 所以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改掉了它的序列 那么你这个动物的全身的基因就被改掉 对 好我们这个证明我们可以 这个美国的一个团队呢 它可以通过这个把一个公牛 这个脚发育的基因进行破坏 那么产生这种不长脚的公牛 那么这么做的原因呢 是因为在这个畜牧业养殖的时候 这公牛打架会造成很多的伤害和这个运营成本 所以这样它就可以造成这个更 这个降低成本的一个公牛的品种 那么这个底下的工作是我们自己研究组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中国的一个地方 猪种的一个基因进行一个精确的改造 那么从而使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大大提高 我们可以看到底下的是六个月的这个猪种的 这个普通的猪的一个成长的情况 而上面呢是一个经过我们基因编辑的猪 它在六个月以内成长的速度是明显提高的 而且呢我们改造的这个地方 并不是基因的这个编码蛋白的区域 它是一个微调这个基因表达量的一个开关 所以通过这种微调呢 既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增长 这个生长性状的这个优势 又可以保留这个猪自己的地方猪种的一些特点 所以也是一个这个育种的一个很好的策略 那么除了动物以外呢 你也可以做很好的这个植物的应用 那么在实验室里你可以对植物的品系做不同的基因编辑 那么这里面是一个经过基因编辑的番茄 它改造的是一个这个跟细胞壁有关的酶 那么可以得到这种保鲜期更长 这个色泽更好的这种番茄产品 那么另外呢这是我们中国的也是很棒的一个团队 这个高彩霞老师的工作 他们可以通过编辑这个特定的这个小麦里的基因 从而得到这种抗这个抗病的特定的小麦啊 这个这一类的工作去动物植物里都有非常多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想讲的还是人 那么人呢我们其实又回到第一个这个图 就是关于体细胞和配子 那么这两个的编辑是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今天的主要要讲这个可遗传的 我们今天简单讲一下体细胞 体细胞就是说我做一个成年人 我如果因为某些疾病基因的问题有疾病的话 那么我如果改变这个患病的 这个被疾病影响的这类细胞的这个基因 那么我就可以达到一个理论上 疾病治疗的一个效果 那么问题是你改变了这个细胞之后 它不会影响你的后代对吧 因为这个细胞无论你是改肌肉细胞还是神经细胞 它不会影响你后面孩子的这个这个基因 所以这是一种不可遗传的基因编辑 那么简单的说呢 我们如果做基因编辑治疗的时候有两种策略 一种呢叫做载体的基因编辑 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基因编辑的蛋白 以各种载体的形式 比如说病毒或者是非病毒的载体 注射到人的体内 可能是这个根据不同的疾病 它有不同的选择 有的可能是注射到这个血液里 有的可能是注射到肌肉里 有的可能注射到眼底 那么来达到对你这个特定疾病影响哪一类组织 去进行特定这些细胞类型的一个基因的 改这个这个救治 而另外一个呢是这种这个体外的基因编辑 就是说我可以把你受疾病影响 或者对于治疗疾病有关的细胞 从人体内取出来 在体外进行培养 在体外进行基因改造 基因编辑 之后再回输给患者 那么这个比较常用的呢就是血液的系统里的细胞 或者免疫细胞 或者一些干细胞 那么现在呢 这个很多的这个国内外的团队 都在积极的做一些相关研究 比如说这个造血干细胞 人们都在试图去把一些有遗传病的 这个孩子的或者患者的这个造血干细胞取出来 然后能够在体外把这个突变给它修复好 再给它移植回这个患者 让它能有健康的基因的细胞来造血 从而缓解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 那么其实体细胞的基因编辑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 那么它其实是这个基因治疗这个概念的一个延续 那么基因治疗呢 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基因治疗的概念也是通过改造患者的细胞来治疗疾病的这么一个思路 而基因编辑只不过是基因治疗的一个一类新技术 所以说用基因编辑进行体细胞的编辑去治疗疾病 其实有非常丰富的之前的这个监管和研究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伦理学上和科学的共识上 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大争议 都认为针对这些遗传疾病 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发展针对体细胞的这个基因编辑 基因治疗的这种临床前研究以及临床研究临床实验 乃至到将来的这个这个治疗的产品的通过 这个都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去进行监管和审查的 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是这个配子或者早期胚胎 就是可遗传的基因编辑 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动物作为一个物种 在之前我们跟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一样 我们都只能被动的被自然去选择 对吧我们会产生不同的基因突变 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变异 然后自然界环境会决定谁有资格生存下去 谁能更好的繁衍下去 但是如果我们能对人做可遗传的基因编辑 这将是第一次我们作为一个物种 可以主动的去影响进化 对吧我们可以去主动的去改造人的底层逻辑 所以这个里面不只具有巨大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 还具有非常大的伦理和社会学问题 所以今天因为我不是伦理学家 也不是法学家不是这个社会学家 所以我今天集中还是讲科学问题 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可遗传基因编辑指的是编辑配子 或者早期胚胎呢 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我编辑了这个人的精子和卵子 那么它的这个下一代对吧 精卵结合的下一代 这个早期胚胎 它的每一个细胞都会被编辑到 而就包括了将来这个孩子的精子和卵子 那么这个孩子将来再进行这个繁衍的话 它的孩子也会继承最早的这个编辑 所以说可遗传的基因编辑跟体细胞基因编辑 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 体细胞基因编辑只影响一个个体的这一代 这一个个体和它特定的组织 而这种可遗传的基因编辑 对于配子的以及人的早期胚胎的基因编辑的结果是 你会编辑这个下一个胎儿 下一个这个婴儿的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包括这个婴儿的将来的精子和卵子 也就是说你也会改造它的后代 它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概念的一个应用场景 所以说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个冲击 实际是2018年这个基因编婴儿事件 那么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天上午我听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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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这个消息之后 我的反应是我非常的震惊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界和社会有一个很强的共识 是在这个阶段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东西用在人类身上 但是有人冒天上是大为做了这件事 所以所以当时的感觉是非常的震惊 也非常的愤怒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呢 一个是给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部委 做出了我们的科学判断和建议 我们第一个定性 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糟糕的 这个这个不负责任的一个一个事件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我还有很多我们的同行 我们的这个朋友 一起在不同的这个 这个不同的媒体发表我们的这个声明 我们来谴责这个事情 然后代表中国的科研人员去说明 这个人所做所为 我们是绝对反对的 这不代表我们中国科学家的这个伦理选择和我们的科学判断 那么同时呢 我们不只限于在这种媒体上去进行这个 这种态度的表明 我们也进行科学的探讨 所以我们也在专业的科学期刊上写了这个评述性的文章 针对之前已经披露出来的一些数据 进行我们的科学的解读 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科这个实验做的非常的不负责任 它的技术上有哪些问题 它的科学上有哪些严重的这个不负责任的问题 那么所以呢 后续呢 这个也很荣幸的这个 因为这个应对这些事情啊 这个国际成立了一个叫做国际委员会 那么他来讨论 如果人类的可遗传的金边际要进行应用的话 应该怎么样去探讨思考和监管 那么其实本来我们认为这个事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2018年这个事件对我们的冲击是说 已经有人在做了 而且我们也知道还有别的国家 别的这个一些不知道团体也在准备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 所以既然是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既然有这么多人 在准备不负责任的做这个事情 那么作为科学界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共识 非常严谨的科学判断 来告诉世界 告诉大家 什么样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来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和科学研究 所以呢 我们基于这么一个这个出发点 由这个几个主要的科学院签头组织了这个国际委员会 那么这个委员会的初衷是要建立一个这个框架来针对负责任的 临床研究去应用人类可疑传基金编辑 怎么样去建立这个框架 第二个是我们这个委员会要考虑主要是技术的科学的医学的和监管的问题 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社会及伦理问题 而不是去讨论更广泛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所以我们是一个科学为主为中心的一个委员会 所以我们讨论是科学问题 所以我想再强调一遍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的目的不是说 我们要支持对人类的可疑传基金编辑进行应用 或者说我们要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这件事 而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在一些地方可能不负责任的事情还在计划着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设立一个清晰的规范和框架 让所有有负责任的这个团体和这个国家和个人 应该去参考我们的这个framework 来监管和进行你的研究 那么这个大家想一想 对人的这个基本的DNA进行可遗传的编辑 必然会影响到非常广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比如说人的尊严问题 比如说根本的平等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这个报告 我们这个委员会所要去集中讨论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最终是由18位委员组成 由10个国家不同的10个国家的科学院所推举的 建议的 那么我们分别是在这个基因编辑 在这个辅助生殖 在遗传学 在一些法规的监管 社会科学和法律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和背景 那么这里面只是简单的介绍几个人 一个是这个Key Davis和Richard Lifton 是这个co-chair 他们是两个非常著名的 英国和美国的这个遗传学家 人类遗传学家 然后这个Dana Carroll 是这个美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 基因编辑的这个先驱人物 他做了非常多早期的基因编辑的重要的工作 那么其中这位大家可能最近新闻里听到过 Eric Lander是这个Brow的研究所 MITBrow研究所的所长 那么最近刚被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指定为他的科学顾问 那么剩下呢就是这个包括李进松老师 是来自于上海的中科院的上海的这个 我们的做基因编辑和干细胞的一个前辈 那么我在这儿 那么我也是有幸的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那么我们这个委员会呢 一共经历了好多次的这种线下的会议 以及这个非常多的电话会 那么用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来写了这么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最终是一个大概200多页的一个英文的报告 那么我是非常建议有兴趣的同学去这个下载啊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搜这个名字 应该就能搜到这个报告 那么可以免费的下载PDF文件 那么这个报告呢 我今天就用剩下的这点时间给大家简单的就宣传一下这个报告的核心的观点啊 那么首先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信息是什么 第一个是没有任何的这个HHGE就是人类可遗传基因编辑的一个缩写啊 那么任何的人类的可遗传基因编辑都不应该进行临床应用 除非你能够证明你可以非常高效可靠的进行精确的基因修改 而不引入你所预期之外的基因修改在人类的配胎里啊 就是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不应该进行临床应用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当前的技术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 所以结论是further research is necessary 就是进一步的研究是必须的 当前任何人任何的组织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我们不只是说你不应该做 而且我们在这个报告里详细的说明了为什么 以及我们有一个可以科学验证的标准 就是说我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 就是如果你达到了这个技术标准 你至少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过这一关的啊 那么但是技术和科学不是唯一的事情 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决定要去考虑通过这一类的可遗传人类基因编辑的应用的话 那么应该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和国际层面的机制去确保你的这个申请者的临床前的研究是达到这个标准的 那么因为这个必须是在一个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下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当我们谈到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编辑的时候就不只是编辑一个个体 这个个体将来的子子孙孙他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对吧他有可能跟别的国家人通婚 那么所以说你其实影响的是全人类的未来 所以这个必须是一个这个很高层面的一个全人类的合作的理性的一个一个共同讨论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技术上也有了很长足的进步 你能够达到这个技术标准 然后呢也有一个国际的很完备的一个讨论 大家也认可你这个阶段 那么你如果一开始在考虑做人类可遗传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的时候 我们一再强调是开始的应用早期的应用一定要限制在非常有限的一些适应证上面 也就是说你如果可以做到精确的编辑人的基因组 你不能说随便想编辑什么编辑什么对吧 那一定是我们要针对特定的有对于患者对于用一个新技术来说 有最高的收益而最低的风险的这些应用疾病上 我们才应该去用这些新技术 那么具体的说一下就是我们设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技术的一个框架 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求任何申请要做这方面研究的人 你需要有足够的技术来展示在细胞和动物模型里面去建立基因编辑的方法 我们在这个报告里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标准你应该怎么做 然后用什么样的模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然后在动物里面和细胞里面的数据然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有足够多的临床前数据是在人的胚胎里的 你要在人的胚胎里去证明你的这个编辑是足够精确的足够高效的 你没有引入其他的这些靶点之外的突变 这些额外的这个基因组的这个变化 另外就是没有严重的这种胚胎的嵌合现象 那么我后面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就第一个就是当你做基因编辑的时候 你肯定有一个靶向的基因位点对吧 所以这是你的靶点 你设计一个蛋白它只识别这个染色体的这个位置的这个特定基因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蛋白它可能会在基因组的其他位置也产生一个这个变化 也会去结合也会去切开这个DNA 那么这种情况叫做拖把 那么拖把的问题呢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技术能够足够精确 那么使你在极高的这个可能性下 你得到的都是你目标位点的一个精确的修改 而不是而没有额外的这些多余的这个突变对吧 因为这多余突变是额外的风险 所以从技术上我们要求你能够证明你有一个极高的这个在把点进行修改特异性 而没有拖把的效应 第二个是嵌合 嵌合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如果把这个基因编辑的蛋白注射到这个胚胎里的话 那么这个胚胎分裂很快的分裂成两个细胞四个细胞 如果你的基因编辑只在其中的一部分细胞里产生作用了 比如说在二细胞产生作用了 那么它只成功的修改了其中的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没有被编辑到 那么你这个胚胎将来变成一个胚胎变成一个人 这个人身上就携带着两种细胞对吧 一类细胞是经过改造的 一类细胞是没有经过改造的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嵌合体 那么这种嵌合当然也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因为你希望如果你要改变一个遗传病的这个突变 那你希望是所有的细胞都被这个成功的改变了 所以这个嵌合是另外一个技术问题 所以说其实我只是举了两个比较好理解的例子 那么其实相关的技术问题还有很多 我们在报告里都做了这个阐述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两点是这个临床前的数据 那么即使你临床前的数据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你仍然需要有非常严格的临床的评价方案 就是将来如果你真的打算把这个技术用到临床的话 你在整个临床的诊断和临床的这个操作的过程中 你必须要有能力去一步一步的评估你的进展 以及你必须要有严格的相关的这个文件的这个 和规则的制定包括这种知情同意书 包括这种长期的跟踪研究的这个计划 都是需要必备的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这个技术达到了一个 科学界普遍认为可接受的程度的话 而这个特定的国家或者特定的文化 他认为可以考虑的话 我们认为开始的应用也必须要局限在特定的应用的场景下 那么我们把这个基因编辑分了六个场景 那么第一个场景就是严重的单基因遗传病 那么就是说这个人类有好多类种疾病 就是由单个基因突变导致的非常严重的疾病 那么这个疾病我们在报告里有清楚的定义什么叫严重的疾病 一般指的是重大的伤患及较早的死亡 这种是有明确定义的这些疾病 那么另外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单基因遗传病 这对夫妇他的所有的孩子都会得这个病 这种情况下是第一类 那么第二类是非常严重的单基因遗传病 但是有一些孩子会得这个病 有一些孩子不会得这个病 那第三类是单基因遗传病 但是它没那么严重 它可能是一些不致死的 或者没有那么糟糕的一个后果 是轻微的一些疾病 那么第四类是多基因有贡献的疾病 多基因病 那么第五类是跟疾病无关的应用 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挑战很多伦理的思考了 就这可能是一些增强对吧 我不是治病 我是把正常的一些基因改掉 让它有比正常人不一样的一些特性 那么最后一类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这个疾病影响你的生殖的话 那么会有影响 那么我简单说一下人类遗传病 就是说这个叫做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这个叫做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那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个红色的人 他是一个患者 他是一个父亲 就是一个母亲 那么他的基因 你看他这个基因有出现问题了 这个基因是一个突变的基因 是一个红色的 他还携带着一个灰色的一个正常的基因 而这个母亲是一个完全的健康者 两个都是一个正常的基因 所以只要有一个拷贝出问题 会得病 我们讲一下说 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蛋白 但是你这个突变导致它变成一个毒素 一个毒素了 对吧 他有毒的话 那他就会杀死某一类细胞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携带一个拷贝的 这个突变基因就得病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看他们两个婚配之后 你会有二分之一的可能性 会得到一个患病的孩子 对吧 因为有二分之一 父亲会用这个突变的这条染色体 传给他的下一代 那么有二分之一的可能 是得到一个健康的孩子 那么另外这类病叫做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我必须两个基因都坏掉 我才会有疾病 对吧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父亲和母亲都是健康人 但是他们都携带着一个突变的基因 和一个正常的基因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会有四分之一的可能 得到一个患病的孩子 那么四分之三的可能 得到的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但其中二分之一这个孩子 是携带着遗传病的基因的 那么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说 我这个 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病 如果我这个父亲 是两个染色体 都有突变的话 那么 即使母亲是完全健康的 但是他的孩子 是百分之百会得病的 对吧 这个逻辑很简单 因为他的父亲会 不管哪个染色体传给孩子 都会导致疾病 那么 对于这种常染色体 隐性疾病的话呢 如果 父亲和母亲 都是患者 就意味着 他们的 所有的这个基因 都发生突变了 所以当然 他们的孩子 也一定会得这个病 所以 根据这个 特定的疾病类型 和他父母的基因型 其实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这个A 就是说 所有的 这个父母产生的所有的孩子 都会 得这个疾病 那么 这个B 就是说 一部分 孩子可能会得病 一部分孩子可能不得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说 考虑到这些 这个可能的伤害和 这个获得的收益 以及科学上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 其实对于 可遗传人类基因编移的应用 需要 局限在以下的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 他首先应该是一个 严重的单近遗传病 然后他需要 我们应该能够明确的知道 把它改成什么样的一个正常的基因型 可以治疗这个病 第三个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 不应该有任何一个正常的胚胎 或者是说不患病的胚胎 被错误的编辑了 那么第四个就是说 这个夫妇 他必须要 有 几乎是没有办法获得一个 这个 具有他们自己基因的 但是不患病的孩子 好吧 所以其实基本上指的是这类 就是说 当 这个 这个孩子的 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会患病的情况下 那么你对他的配胎进行 这个基因编辑 其实是可以 这个 确保你编辑的都是 患病的胚胎 而且你 其实都是在试图去 挽救一个疾病的 会携带这个疾病的胎儿 那么如果说是 刚才说这种情况 就是说 这对夫妇有一部分的可能性 会生出这个患病的孩子 一部分可能又得到健康的孩子 这怎么办呢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技术 对吧 比如说一个比较 现在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技术 叫做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 那么缩写叫PGD 那么他其实就是说 我可以做试管婴儿 对吧 我在体外进行受精 然后在体外培养的胚胎 我取一部分组织 去测胚胎的DNA的序列 同时我把胚胎动起来 动起来之后 我去测到底胚胎是有突变 还是健康的胚胎 然后我最后选择健康的胚胎 植入到母亲的肚子里面 然后生下选择健康的胚胎 来产生健康的胎儿 所以这个技术已经 越来越广泛的被 这个验证和应用了 尤其是我们中国科学家 也做得非常好 包括这个北大的 这个谢小亮的团队 和这个北一三院的乔结院士 他们的这个合作 就做了很好的 包括这个 汤富丑老师他们的这个工作 就是很好的 通过PGD 来选择健康的胎儿 来这个 使一个有遗传病背景的家庭 可以非常好的产生这种健康的胎儿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用做进编辑 对吧 因为你可以选择这个更好的 这个健康的胎儿 所以说 这个报告 需要严格的科学监管 它是一个全人类的事情 所以需要所有的科学家 来一起团结起来 来共同的充分的讨论和监督 那么这个整个我们提出的一个精管框架 其实是说 需要 不论是在前期的技术开发 到这个中间的决策 到临床的评估 这三个部分 都需要有一个国际的科学会来 这个 建议和及时的评价技术的数据的可靠性 质量和进展 所以最终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任何的技术 其实都是一个中性的 或者是一个双刃键 关键看你怎么用 是不是用它来负责任的用 是不是用它来做 服务于更多人的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了 我们的这些努力 有了这些guidline 我觉得可能会对于将来 这方面的负责任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这方面的 学习和讨论 那么最后我再说一遍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讨论一个技术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泛泛而谈 就是我们不能说基因编辑技术 或者某一个技术是好的是不好的 或者说这个技术是不是足够安全 可以治病了 或者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足够危险 所以不要碰 一定是特定的应用场景 特定的具体的技术路线具体分析 比如说可遗传的和不可遗传 我们一定要分开谈 那不可遗传的也有很多类别 对吧眼睛的疾病 血液的疾病 这个在体的这个体内的都要分开去判断 那么更重要的是对于特定的某一个疾病 它的技术难度都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种风险和收益的评估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觉得广大的这个朋友们 如果你没有很强的科学背景 那么一定切记 不要去盲目的相信一些这个这个一些宣传啊 就一说什么东西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 什么病都可以治 什么这这种这种八成是是靠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如果是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 或者你关心的人 这个有疾病要去用新的技术 或者去了解新的知识 那一定 我觉得你要找靠谱的这个临床专家 或者科学专家 去寻求信息 另外一个现在这个互联网世界信息 拓手可得 我觉得要做非常好的做学习 然后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对于特定的技术 特定的疾病 一定要针对这个特定的情况做判断 而不能泛泛的去拍脑的去去听信一些这个宣传啊 所以最后 谢谢大家的这个时间 那底下是我的邮件邮箱地址 如果大家有问题 或者有进一步的想讨论的 也欢迎给我发邮件 好吧 不好意思刚才因为技术问题耽误大家时间了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王浩宜老师的精彩报告 那接下来我们是讨论的环节 其实 所以我这儿呢 收到了一些这个问题吧 我先看看啊 我必须得对着这个手机链 不然我也记不住 因为问题还挺多的 我很惊讶哦 用这么多的人感兴趣 然后这么多的人那个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细胞被基因编辑完了之后 难道它不会被免疫系统识别为非极吗 嗯 什么情况你再说一遍 啊就是说 你再说一遍 基因编辑完了之后 它不就改变了自己吗 那么这个细胞也好 或者说这个基因的产物也好 会不会被免疫系统给识别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呃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你在尤其是获得性免疫 其实你在免疫系统这个发育过程中 其实你是会 对自身抗原有一个耐受的 对吧 那么尤其当你如果是成年人 如果你通过基因编辑 产生了一个新抗原 那么我认为理论上 当然是有可能产生免疫系统 对自己的新抗原的识别和攻击的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需要 我觉得要具体问题去分析了 可能要说这个基因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编辑的 对吧 你你有多大的 你这个编辑有多大可能性 产生了一个新抗原 呃我觉得这个都都 我觉得是很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是需要具体问题去判断 呃至少在目前所碰到的 几类这个动物当中 都没有入到这个问题 对吧 还没有入到这个问题 没有 对 比如说你自己编辑的那个 那个那个基因的话 是一个IGF receptor是吧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 是这样 就如果你是从胚胎期编辑的 是不会存在这问题的 对吧 因为你改变的时候 那个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出来 OK 你担心的是体细胞的 对 如果你是已经是成年了 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发育完成了 你再编辑体细胞 这个时候如果你产生了新抗原 那我觉得是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性的 对 产生新蛋白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但是很多编辑实际上并不改变蛋白 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改变它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不一定是新蛋白 比如说你一个遗传病 比如它本来不产生这个蛋白 对吧 那你通过基因编辑治疗 你让它重新产生这个蛋白了 那这有可能是一个被免疫系统会认为是一个新的东西 OK 就可能还需要后面的研究才知道 因为也不是说那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反应 第二个问题 就是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没看明白 我看我就读出来 这体细胞基因有没有可能污染胚胎细胞呢 这也是个好问题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其实没听明白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我真的明白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虽然认为它是体细胞 对吧 但是有没有可能它不知道怎么样变成配子细胞了 或者影响配子细胞的这个基因了 对吧 这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好问题 就是 我大概明白了 它是细胞基因编辑会不会反过来 又会影响这个胚胎的配子细胞 对吧 它说的可能 你说配子细胞我等了 但是它这里面写的配胎细胞 我就不太明白 对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 应该是我所知应该是极小的 应该是很小的 因为 因为这个配子细胞发育 其实它是有它特别 独特的一个发育路径和 这个所以如果是一个成年人 对吧 如果你编辑你的 这个大部分的体细胞应该跟 这个配子细胞是完全 完全分割开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极小 应该应该不用担心这个事 好 我得看一下咱们的时间 我来看一下 控制一下咱们的时间 我这应该是有一个日程的 所以就是到 对 咱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不错 可以 那咱们那就慢慢的到来 好吧 那么接着 我这有好多问题 好 再问一个问题是 RNA疫苗也是最近最火的 是基因编辑的一种应用吗 不是吧 RNA疫苗是我也不是专家 我其实也不太懂 但是 好吧 这个简单的回答了 好吧 这是实际上是一个 RNA疫苗 RNA本身的这个技术 实际上 应该说是二三十年前的话 人类就会了 但是经过了一些很小的一些 这个很精细的这个改造之后呢 使得它现在可以论在人身上 所以这是个进步 但是这些进步 当然也 我说小的改进 指的是它在分子层面的小的改进 但是实际上 它的应论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它不属于基因编辑 我在这解释一下 再一个第二 基因编辑可以治疗近视吗 这个我没想过 我也没想过 这个 我儿子 分不同的近视类型 如果你是遗传导致的近视 是有可能的 但是 如果你是像我这样 和浩毅不近视 像我这样看书看的 那基本没救了 是吧 我觉得 我觉得 可能不是 对 我觉得 应用的近期应用的可能性 比较小 我觉得 但是的确在这个治疗 这个就是眼 就是眼睛瞎 就是视力特别低下的一些病 是有认识的 因为它 因为它主要是 锥细胞上面的一些 这个recept 对吧 出现了问题 那现在我把这个recept 这个反应呢 整个的这个通路 重新建立起来 那么它就有可能 能够看见了 能够感光了 就是之前不感光 现在可以感光了 这个实际上是有治疗的 因为这个为什么是一个类比呢 就是这个和治疗这个人聋了 对吧 就是它的这个耳朵听不见了 这个实际上是 国际上是有不少组在做这个事情的 对吧 就是改变一个基因 让它好像是一个离子吞道 恢复了正常表达之后呢 它就可以听得见声音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的 我想这个就是都得封 对吧 就是如果是一个单基因的遗传病的话 并且呢它是影响成体细胞的形状 而不是胚胎发育的过程的话 那么在体细胞上进行治疗 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的 但这个还得把握治疗窗 时间窗口 对吧 就是 所以其实眼睛是一个基因编辑 或基因治疗 特别热点的一个器官嘛 其实有大量的这个 遗传的这种致盲 或者是眼睛的遗传病 其实都是有很多公司在积极开发 这个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治疗的方法 对很多新的新型的这个药物 包括这个RNA的药物 包括过去的这个SiRNA的药物 还有现在的基因编辑药物 实际上都喜欢在这个眼睛这一块 对吧 甚至包括干细胞 这个比如说那个幼道 这个多能干细胞 对吧 也是在眼睛上 还有很多这个优势 我想这个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可以展开讨论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没有专业的考虑 这个需要你非常坦白 和非常这个不造作的告诉我们答案 这个答案是什么 就是说 他说如果你这个报告呢 是为了让负责任的这个机构参考的话 那么对于不负责任的机构 你怎么办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其实在这个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我们我们无数次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无数次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报告你写了有什么用 对吧 你也不是个法律的机构 你写了也不听你的怎么办 但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你永远没办法阻止 一些人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或者说可能很坏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 但是你作为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的话 我觉得你有责任去告诉世界 或者这个领域什么是你认为对的 对吧 我觉得告诉这件事情什么是对的 本身就有极大的价值 因为他会 比如说我们这个报告 就是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有很强的联动性 所以他们WHO会出一个基因编辑的这个报告 那么他们会科学层面会很大程度上 依托我们这个报告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WHO其实就有很强的这个power 去影响很多国家的这种公共卫生的policy 那么公共卫生的policy 就会变成法律 对吧 那你就可以影响很多的国家的真正 怎么执行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当然任何的制定 包括法律的制定 也不可能消灭掉所有的坏的事情 但是作为专业的人士去推动 我认为总是好的 对 你没有办法消灭这些事情 但是你至少让大家有一种感觉 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了 是的 而且我相信对于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 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文化一定文明一定是会 本着负责任态度的对吧 那这样你就会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自己都会加强你的制度建设 加强你的监管 那这个就会变得越越好 对的 我同意 好 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还是讲这个基因编辑治疗的事情 他是这么说的 完美的基因如何界定 有没有实际上这个话应该回答 问的是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基因 当然没有完美的基因 对吧 因为我们都是被自然选择的一个生 渺小的生 都可能在变化 然后我们如果刚好不瞧不瞧 我这个细胞积累足够多突变 变成肿瘤了 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挂掉了 对吧 这都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们毕竟有这种 我们有这么多人的基因 所以我们至少知道 一个大多数人拥有的 所谓的健康的功能型的基因是什么样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至少可以明确的知道 什么样的基因类型是有绝对缺陷的 我们可能没法定义完美的基因 但我们可以定义 比如这些已经非常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 哪些基因是绝对 因为这个基因的突变导致严重疾病的 我知道这个事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基因型 突变的基因型 改造回绝大多数健康人所拥有的这个基因型 那这个逻辑是通的 但是当然它还不够完美 永远可以更完美 对 我们实际上准确地说一句话 那就是基因编辑 尤其在治疗疾病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让这个人 泯然准人业 而不是让他突出 对吧 OK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基因编辑的知情 要到什么程度 我不太理解 这里面说的是 被编辑的人 还是说公众的知情 我想你可能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下 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对于 被编辑的人肯定是最低位的 对吧 就是你要了解你的疾病的情况 你要了解这个可能的风险和收益 然后你来做判断 所以这就是体细胞进编辑 可以走得通的原因 就是你是一个成人 你可以做这个判断 但是如果是你的孩子 你的编辑 你怎么去 怎么去这个确认他的这个知情 对吧 这其实是一个很很大的问题 那么 但是当然如果我们刚才提到的 如果你一开始的 针对的是严重的单筋异状病 而且所有的胚胎都会导致这个疾病的话 那么当然你如果 如果当你的技术和伦理通过之后 你做这件事 你其实是在使这个孩子 免于受到疾病的痛苦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逻辑上 是行的通 是说的通的吧至少 所以知情我觉得在如果是成人的话 你就是需要充分的了解这个疾病本身的原理 以及这个新疗法可能的风险和收益 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替代的疗法 对吧 你要比较 这是不是一个 作为一个如此有风险的全新的方法 你是不是有更安稳的可替代的东西 就是你充分知道所有这些东西之后 你再做一个判断 你要不要去参与到这个的临床研究上面 对 实际上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 但你说到就是说有那么一种情况 对吧 他的所有的后代 无论他怎么做 他所有的后代都会是有疾病的 但是这样的案例似乎是非常少的 我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案例 是的 是的 我们其实也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是很小的 那么但不是没有 就是在一些相对来说 比如说这种就是本就是小样本的人群 相对来说他的这种社区比较封闭的情况下 他比较容易产生这种情况 那么尽管如此 仍然这个案例会很少 那么也就是说可能全世界范围也就是起百利的样子 所以说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个报告的建议是针对这个initial use 就是说最早期的负责任的监管正是大家科学界认可的应用 应该作为一个这么有风险和伦理争议的东西 你应该用在高的 所以说你应该是少的 稍微静一下 你看身业现在不太好 对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了 对 现在好 对 就是说 所以呢这个早期因为患者数可能会少 所以一定是一个国际的多中心的研究 那么这个当然也就跟我们那个是有共识的 就是需要一个国际的配合和一个监督 接下来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治疗疾病是不是也是间接增强 这是个哲学问题了 对吧 但我认为当然不是了 这有一个明显的定义 因为疾病它有明显的 比如WHO有一个明显的定义 对吧 哪一些算缺陷 对 然后这个当然你越来越中间有一个模糊的这个灰色地带了 对吧 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 一开始的应用一定是这个 serious monogenic disease 对吧 严重的这个单军 反正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对吧 要让它泯然尊人意 和大家一样 是的 但是当然了你可以 我们永远可以做哲学的 我们永远可以做这种假设性的讨论 对吧 就是如果你能让人变得更好 Why not 对吧 这是一个我认为可以讨论的问题 但是这个当然涉及到了我们包括人类尊严的问题 包括这个 这个社会公平的问题 对吧 其实社会公平我认为是最本质的问题 因为你现在改 如果你改变这个底层的逻辑 子子孙孙改变这个东西 这个对整个人类的认知和社会的认知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思考的 对对 公平公正应该是这个社会 也是科学家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就像刚才那个人问的问题很好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完美的基因 OK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基因 你做一个简单的推论 这个东西可能更好 但是它基因是一个网络形式影响我们的 对吧 你改变了这个基因 你扰动了这个网络很可能会有其他你目前看不到的系统性的风险在 那这个系统性的风险你现在看不到 有可能换了一个特定的环境和压力状态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不要为了某一些所谓的可能短期内看到的优良性状去冒这个风险 而这个风险如果是可遗传的话 它将影响的不是你个人 你能不能做这个决定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全世界的这个不只是科学界了 还有更重要的这个可能社会学界伦理界要去讨论的问题 好的 再回到这个报告的本身啊 这个说委员会的报告呢 如何能够影响世界各国机构和个人 这个刚才我们稍微谈了一下 你可能简短的回答一下 就是那个报告如何能够影响各国和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跟那个DHO是在紧密的沟通的 所以他们是完全我们有很多轮的沟通 所以他们会很大程度上依据我们这个报告来推他们WHO的报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影响吧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有一定的学术这个credential的一个组织 那么他做出来的这种判断 一个负责人的判断 我想很多国家如果制定相应的这个监管法规 是多少要参考的吧 我们想我们也在 因为我是这个委员会里最这个咖位最低的了 我是一个小杂鱼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大咖对吧 像你Erik Lander Erik Lander现在已经是拜登的这个手机顾问了 对吧他就可以把他influence这个美国 然后这里面有好几个英国的这个监管部门的很高层的人 他们可以去影响这些国家 当然我也会给我包括李金松老师 我们也会给我们国家的这个这个相关制定 也会提我们的建议 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吧 Erik Lander和你比是大咖 但是他没有你honest 也不能这么说吧 还好吧对 挺可爱的老头 这不是我的评价 这是他的那个 这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叫Michael Ison UC Berkeley 他是一个dishonest person 但是呢 他非常的这个聪明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他当时写一个报告的时候 那个故意忽略了这个去年的那两个洛巴尔奖的工作 这个我就不讲了 以后咱们有机会可以展开讲这个事情 接下来问题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可能稍微加快点做到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基因编辑技术 这很简单 我先讲了 基因是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所有生物的基本逻辑 对吧 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技术能改造 其实用在人身上只是一个方面了 但你比如用在很多物种上 其实我觉得更值得关注 你包一些这个新的这种Gin Drive的技术 你理论上可以让某一些昆虫 或某一些物种灭绝 或者说 很快的发生变化 对吧 这其实挺可怕的一个Power 所以这个 我觉得越多人了解关注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有更多的 这个资源 或更多的去去注意这事 我觉得是好的吧 我觉得至少就是说 从现在的人类的社会的发展的话 有很多因素还是我们不可控的 比如说环境的因素 对吧 甚至就是以后有未来移民的需要等等 比如说移民到火星上去 那么人类将应对着不同的环境 这种不同的环境的应对 显然不是我们这种简单的进化 就可以适应的 新编辑 一可一种解决方案 虽然我们说现在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对吧 但是呢就是你得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 就好像那个核武器一样 就是你得保留的一种 对吧 所以我们作为做科学的人 把外来的这个威胁摧毁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对 我们作为做科学的人 我觉得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 我们觉得 你不是说什么东西就绝对不可以 不单就是但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嘛 对吧 然后举个极端的例子 万一说这个某 当然这可能也很小了 就万一说你必须要编辑某东西 才能让这个species这个物种存活下去 那你干不干 你也得干嘛 对吧 但你就是说你有这个技术储备 可能是好的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 你需要负责任的去推动这事 我非常同意 对正常情况下你非常时期 你会非常受责 正常情况下你必须得让正常 好 好 那精英编辑技术会被人类广泛应用并接受吗 我觉得当然会啊 已经被广泛应用了 我们用到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农业啊 或者是工业啊 已经都在用了 包括科研界都在广泛的用 至于说治疗 体细胞编辑一定会被广泛应用的 对吧 这已经 体细胞编辑是毫无疑问的 对 包括体重体低血症 对吧 已经开始进行治疗 对 中国也是 昨天还是前天批的第一项技术 是的 这个很文献的是这个北大的这个老师的一个 Farewell 郑老师 国家公司 国亚基因的这个 这个 第一个基因编辑体细胞治疗的 InD申报 对 通过 其次 再一个问题啊 就是 是否意味着对不可遗传的基因 进行编辑的限制 和能力挑战会少一些 不可遗传的 他的意思可能是不可遗传的基因编辑 不可遗传的基因编辑 是的 我认为是的 虽然我们不能泛泛而谈 但是从这个逻辑上来说 就是对于普通的体细胞的基因编辑 就像我说的 它有之前几十年的 这个基因治疗的框架在了 就是你基因编辑 你只不过是更精准的基因治疗 或者基因治疗的一个技术路线 所以没有什么本质的 这个不能做的 就按照那个 稍微加一加 这位先生或者是女士问的问题 可能他暗含着其他的意思 他暗含着可能 就是比如说可增强的基因编辑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可以触及的 这是个好问题 这其实是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 不可遗传 但是它是增强的 对吧 这个你能不能做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 我觉得就需要全社会探讨 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做整容 对吧 有些人做其他的这种改造 那对吧 整容就是一种 我想可能在不同的 不同的环境下 会有不同的这个评判 比如说 那个你使用一些兴奋剂 对吧 去获得这个 那个更高的成绩在论灯台上 这肯定是不人数的 那么同样的 你如果使用基因编辑的手段 去获取更高的这个 论断上面的这个优势的话 也许也许 我觉得不是也许 是肯定不会被人数 因为人类本身的奋度的精神 可能远远高如 就是说那么给你来一阵的那种 然后再一个问题 就是对可遗传的人类基因 是一种主观的影响 甚至控制着 未来人类命运的行为 这种play god的行为 本身除了均利的层面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可以得到支持吗 你简单回答一下 我觉得我们人类的发展历程 就是在play god 我们从被自然蹂躏 变成我们在控制自然 在改造很多物种 其实我们就在一步一步 在做这个事儿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有什么motivation 我觉得其实人 这个作为物种 我们本质上在不断地 提高我们的能力 改造世界的能力 现在都改造我们自身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 但是它最终从长远来说 是福是祸 我觉得这需要一个 更多的全世界范围的这种 透明的讨论 和不断地更新我们的 看法和观点 我觉得比较重要 好这个又来了一个不是技术 什么问题 就是说想象着我们对吧 这个基因编辑技术 相关技术发展的趋势下 我们对生脑病死的控制能力 会越来越强 那么在这种情境下 我们如何纯新定义 人性和人类 就不用基因编辑 我觉得基因编辑影响 也许没那么大 但是我们现在 这个医学 对吧 现代医学 使人的平均寿命 提高了几十年 这个是一个实在的发生 而且未来我相信 会越来越 癌症 那也 很多的治疗方法 所以必然是这样 那人类会随着它去适应 而且我认为你会拥抱它 of course 你会拥抱它 你希望你活得更长 然后怎么样 是更健康的 更有质量的活得更长 然后我们能够有更有价值 对吧 我们能够 在活的过程中 真正的体验到 更丰富的人生 然后真正让自己 让别人更有满足感 我觉得这是更关键的事 好 这是一个无私的人的回答 那个编辑出生的婴儿 以后是不是禁止生育了 这个问题 其实我都不想读出来 因为这个 但是既然问了 我觉得没有人 有任何理 就是资格去禁止别人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反对之前那件事 并不是说 那件事情的直接后果 一定有多糟 而这件事的性质是很糟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 50到60个基因的 双等微基因突变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都是突变体 只不过我们很幸运 我们没有严重的缺陷而已 所以说那些胎儿 或者即使将来有可能不幸 会发生了禁边 有怎么样的人 他并不一定比我们 更对这个 因为遗传本来就是随机突变的 所以我觉得 我不觉得他们应该 有任何被歧视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区分一下这个 这个责任的这个主体 对吧 那么禁止做这个件事 基因边境的实际上是禁止的 这些科学家和他们的父母亲 要干这样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的话 对这个孩子的话 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去禁止 干任何事情 他是受害者 无论这件本质 对吧 就是他本来就应该以 我觉得应该被淡成一个正常的人 甚至还要受到社会的一些呵护才好 他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的胚胎 对吧 一个健康的孩子被 这么知道被基因剪刀割了一刀 全身每个细胞被割 这是很惨 然后你当然我觉得 第一个要保护他隐私 对吧 这第一位 第二位 我觉得在 就是应该让他有正常 就是应该有正常的人 如果万一他有一些 医学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应该积极的提供一些救助 就政府只要知道的话 应该要提供一些救助 OK 我觉得对 从人性的角度 对吧 只要是以人本的角度的话 每一个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去想 好吧 再一个就是 对如果对胚胎的这个可遗传 基因编辑 还是可能有一些 不可预知的生物技术 以及能拟伤的风险 是否患有遗传病的夫妻 还是简单的建议他们 不要生育 风险更小来 其实他指的是 Category A的情况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情况 就是那种 一定会 后代一定会得病的 首先这种状况就是很少 对吧 然后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 衡量风险 是不是就是告诉他们 不要生育更好 这是一个永远 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 所有需求 对吧 你现在还有很多病 没有办法治 所以你只能权衡说 你有别的选择 比如有精子捐献 卵子捐献 对吧 如果说单方的 比如你可以领养 这是另外的选择 就是如果你非要一个 biological trial 那你就得知道 如果这么做 现在有没有 正在进行的 clinical trial 有没有人可以做这事 可以入 如果没有 那你想做也没办法 你不能 你肯定不能偷偷去做 对吧 这个是个违法的事情 就现在也没有答案 就是说没有答案 至少没有达成一个混识 应该怎么样 对吧 但是至少就是说 肯定是不会贸然的 去进行这个编辑 然后去让他们 人有后代的 这是肯定不会的 对 因为这个也清楚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事情 解决的也是这个 受到了法律的这个惩罚 这个是明显 是一个非法的行为 所以包括在很多国家 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不可以把基因改造过的 胚胎植物 这些都是有明确的 法律条文的 所以对 我们才人啊 回到这个动物啊 回到这个生我们 养我们的 不是生我们 但是养我们的 动物和植物上面 这个动物的配子 基因的编辑发展的过程当中 是否也有过 能理的担忧和争议 科学家和能理家 花了多长的时间 达成了混识 这个吧 没什么太大争议 因为我们用动物做实验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 对吧 当然有动物伦理 当然有动物实验伦理 那么动物实验伦理 有它的规范 就是说你比如 对你的特定科学问题 要用多少只动物啊 或用什么动物 你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 但是对于 包括你怎么养这个动物 包括怎么善待它 不要虐待它 对吧 但是对于这个 比如说基因配子的 就包括早期配胎的 基因编辑改造 这个很多是常规操作 就包括最早的 一些转基因的技术 一些都是 对 但显然这个转基因动物的话 是在很多国家 实际上是受到了 这个就是能理的 这个应该说是阻碍 对吧 包括这个 我们都是这样 就是这些还都是 在争论的过程 但是这个可能 也不属于这个方式 但是反而呢 反而是这个基因编辑的 所以现在你的声音还不太好 我现在可以了 我现在刚才卡了一点 你说 你继续说 我的网络的问题 对 我就说动物 动物至少我们没有 我们做了很多动物的事 我们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而且我相信大家 大多数人对于说 我们改造小鼠的基因组 然后更好的模拟人类疾病去治疗 这个应该是可以广泛接受 但像餐桌是有问题的 对吧 也没有 其实你像动物的 你像猪 猪在美国 它的那个食品 那个检查署 已经不监管了 这个是因为是针对 一类特殊的 就是这个免疫的 那个病的 对吧 就是过敏的 对猪肉里面的 一个抗人过敏的 包括这个基因编辑的蘑菇 就是基因编辑的这些农作物 在很多国家都已经 现在是持有非常开放的态度 基因编辑反而是开放的 但是这个转基因事件 是不开放的 对吧 转基因现在是 法规一样吧 基因编辑是不开放的 相对来说 对 转基因事实乎 还是在进行一些讨论 虽然我们从某种程度上 还是觉得这些真意的 直接的危害 肯定是非常小的 对吧 但是就是说讨论 这个单独做个讲座 来区分这些概念吧 什么叫转基因 什么叫基因编辑 什么叫 这个还是again 我觉得必须要就事论事 我们不能泛泛的讲 对吧 某个东西安排 你一定得 你的声音又不太好了 我们时间还有几分钟 还有几个问题 我快一点 凳植物的广泛基因编辑 对于人类 会不会发生什么影响 这个因为基因编辑 也分很多类 对吧 所以取决于 我觉得对人类的影响 可能性不大 尤其是 有很多编辑的 其实是把一个在 我们用杂交 想要获得的 那个基因型 更快的获得 其实它跟杂交 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它省了你几年 五年的时间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能接受杂交 你就应该能接受这件事 那但是说 如果你通过金编辑 会不会 但如果你改的是别的东西 那可能得另分析 对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改造的这些 要就是分案例 来进行这个评论 就是说 如果你带着邪恶的目的 去做一件事情 你总会影响到人类的 但是如果你带着好的 然后监管的 公开的 透明的态度 去做一个事情的话 我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就是说即使是有坏的 可能也很快 会被察觉出来 对对对 再一个就是 既然已经有些准类的 可遗传的基因编辑 你觉得大概多长时间后 配子基因编辑 会成为广泛采认的技术 配子基因编辑成为广泛 这个要分为人类和动物 你先讲人类 人类的话 几乎不太可能 在最近对吧 这个 对人类我认为 不太可能被广泛的 被接受来做这事 因为这挑战了 底层的人的 我觉得社会的一些底层的东西 那动物呢 动物的话 我觉得会广泛的被应用 我认为是 应该是已经了 对吧 对 OK 我们快一点 因为这个实验室 实际上肯定是在用 配子的这些改造的技术 对 然后为什么委任会 只有十个国家的机构 哇 这是好问题 那我不知道 那也问他们组织者了 反正 这时我反正代表了 各大洲 然后 对 好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 主要在这些方面的研究 还有 关注的度 比较高的这些国家 对吧 我们这方面的发展 有能力参与这些事情 所以当然就会参与 是的 那么编辑的基因 比原始的基因 会不会更加容易变异 你说 一旦你编辑之后 理论上它应该 应该是没有 什么理由 会更容易变异了 对 因为基因的数目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正好编了一个 会影响它变异的基因 那么它就会被变异 这是我的回答 对 但是大部分的普通的基因 它不会影响 这个染色体的 这个稳定性的话 那么就不应该会影响 它的变异 不要编辑P53 那也没办法 对对对 所以我 我发现 就是说这个基因编辑 也是一个台干的好地方 因为你 随便说一个话 我都可以找到反例 有可能会没有 但是大体的情况 它是不会影响的 好 再一次 感谢你的精彩报告 也感谢你 对这些问题的这个回答 当然更要感谢 就是我们所有参与者 我看这个B站上面 有上万人 一点几万人参与了 并且还提出了 这么多好的问题 有些问题的话 我想这个 Hoy觉得也是问得非常好的 他觉得问得非常好 那我一定是觉得 我觉得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是不等的 所以也非常感谢 这些提问的 这个大家 那我现在问一下主持人 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正好 那问题也结束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 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们在这里面 祝所有的 还在听的 还在坚持的人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